大家好,我是千哥,今天分享一款香菇肉馅酱的做法 不论你是拌面条或者卷饼,味道都非常好 一起来看看怎么操作 葱切成稀微宽点的段,这个千万不要太细了 姜切成稍微细点的沫 大蒜剁成沫,这个姜稀微少一些,葱蒜的比例一边多即可 这个香菇我提前洗净,去根用水焯完了 你正常割鲜鲜的香菇也行 咱们也把它切成,稀微大点的丁 这个你要是上用的话,完全可以用搅馅机给它搅碎 口感肯定没有这么做的好,但是省时间 三肥七瘦,咱们摆肥镖子,给它切成小丁 如果您觉得千哥视频不错的话,麻烦点赞关注,谢谢 这个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啊,熬酱的过程也有很多技巧 鲤脊肉去掉筋膜,咱也给它切成小丁 这个有些人喜欢用五花肉,但是我觉得这种肥瘦可以分开去炒制,口感更加的丰富 准备一个空碗,咱们放入两勺的黄豆酱 三勺的大豆酱,这个是保全盘的,我们这边比较有名 一旦用黄豆酱的话,比较甜,容易切口 撒少许的花椒面,倒料酒 给它搅匀,这么提前处理一下酱,没有苦涩味 一勺的皮线豆瓣酱,咱们给它剁碎 这所有的调料就齐活了,香菇和酱的比例基本均衡 来,三分之二的肉 锅中少放点油,咱们先将肥肉丁放入小火煸炒 煸出油脂,肥肉丁稀微有些发焦 将瘦肉丁放入铜炒 这一步一定要炒到火后,吃起来口感才好 它现在是油水混合,你多炒一会儿 炒到锅里的油再次变轻,证明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肥肉和瘦肉的口感都出来了 继续小火,将豆瓣酱放入 炒出红油,也让豆瓣酱的味道鲜形的融入到肉丁当中 下入葱花,加末,继续小火炒至 盐锅边烹入料酒,去腥增香 加10克左右的生抽,增加颜色,进一步提鞋 将香菇丁放入,这个已经打过水抽了 生的,你简单炒个一分钟左右即可 炒匀后,将酱料放入 加入跟酱同等比例的清水 蚝油5克,细辣椒粉5克,白糖5克,牛肉粉3克 所有调料搅匀后,开小火开始熬酱 这个里面有水分,尽量的把它熬干 这样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 熬到这种状态,汤汁比较粘稠 用鼻子已经能闻到香味了 咱就关火晾凉 密封保存即可 谢谢您的观看